不得不说,相比其以前的NBA内线来说,逐渐的内线球员更多是偏向于勾手,投三分等得分方式,就像乐夫,大家索尔和周琪等人一样。 所以,对于像霍华德这些凭借身体吃枪的就越来越少,其中白鞭怀特赛德就成为了新生力。 最近,依然效力于热火队的哈桑怀特赛德,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刷出了自己在休赛时期的一组训练照和日常照。 从照片来看,这位两米十三个大白,便不并非是虚有其表,肌肉确实是实打实的,不管是在胸肌和宫二头肌上,都是练得厉害。 可以说,就算比起坦克詹姆斯都是有得一拼,其中在2010年进入到NBA以来,白鞭的肌肉都是在变化,逐渐也是迎来了颠崩时期,在2015-16赛季荣英常规赛盖冒王,并入选最佳防守阵容第二阵容,2016-17赛季荣英常规赛篮板王。 2017-18赛季是作为热火队的内线大将,场局砍下14分,11.4个板,1.7个盖茂的华丽内线数据,甚至说在霍华的如今状态下滑严重的时候,同样是凭借身体撑把内线的白鞭,是能够玩越它。 还有就是搭担在乱起得分,篮板和盖茂三项数据,霍华的和考神也得靠边站。 但如今怀特赛的这个状态是相当励志的,可能很多球迷还记得当年来到中国CBA打球的时候,因为态度依然然发,不停指挥,到最后根本就没有CBA球。 对愿意要它,最终只能混迹于中国的二级联赛NBL,而如今醒悟了再度成为联盟中内线的大将,这确实需要相当大的意志和动力。 而在职业生涯重塑辉煌的同时,白鞭在感情生活中,也是来到了一个顺利期。 前不久是趁着有空是带着女友到海边游玩,从照片们看到,白鞭也是喜欢小个子的女友,两人是相差了整整三个头左右吧。 在面对这样一位夯将的时候,有记者就在采访中问到白鞭女友是什么感受,出乎人意料的是,她的回答是,不会害怕啊,她看起来强壮,但是很温柔,而且还是一只小老虎。 谢谢大家 请订阅